据报道 今年7月 上海振华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旗下的中国香港籍振华二八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港遭遇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人员强行登船复查 对此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振华二八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港遭遇美执法人员无理盘查滋扰 部分船员个人电子设备遭收缴扣押 离美航行计划被迫推迟 船方后续运营及船员工作生活受到影响 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必须指出 近年来美国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公民入境 设置障碍 无理干涉持有正常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入境 特别是屡屡以中方人员政治信仰和共产党员身份等为借口 无端盘查滋扰 这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的体现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 停止对中方赴美人员无理盘查滋扰 停止侵犯中方人员合法权益 停止打折国家安全旗号 阻挠破坏中美间正常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 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中方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坚决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中方采取一切 Bye